傷心 大家來到2024年 都有一段時間了 應該也有不少的疑慮 不如說我今年會很好 為什麼現在一月份都快過完了 我還沒發達 蛤? 過了十幾二十天 你都還沒發達 你要找原因 會不會因為我不夠努力呢? 當然不會 我天天已經很用心地上班了 還可以怎麼努力 會不會因為我不夠聰明呢? 當然不會 我都不知道聰明過我老闆多少 為什麼他可以發達 我不可以發達 會不會因為我 功德不夠呢? 啊 有點像了 死活了 我平時很喜歡看地獄笑話 刺眼看完光笑又忘記敲電子木魚 平時上班的時候 你總是碰不到有阿婆要過馬路 碰到的就碰得比我快 但我希望大家不要迷信 你們目前來看不到達 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 你們有個打靶老闆 第二 你們不是那個打靶老闆 這張樣子衰的笑 劇本寫的 不是我有心驗的 但是做多些好事 甚至沒有壞處 就像扶阿婆過馬路一樣 只要你扶阿婆的基數夠大 阿婆介紹他的子女給你認識的機率就大了 你脫丹的機率就大了 不是吧 阿婆的子女應該是我老闆的 那你可以認識一個新老闆 不是可以 奮鬥小20年 玄閨正傳 廣東人小時候開始就很想做好事 每次學校號召要捐款 我知道你們打從心底裡想捐多一點 準確來說是想阿媽給多一點你捐多一點 其實我們不貪心 也不扮蟹 好實事求是 但如果家裡不是超級有錢 是想撩表一下心意 五雞 是房東均價 但阿媽一般只肯給 兩雞 那怎行 捐得那兩雞 山區的小朋友會怎樣看我 但這個時候你會有兩個選擇 第一 動用你自己的靈用 想不到我含身如火 講書教學 當你親生兒子 儲了你那麼多年 今天白頭人送黑頭人 終於洗了你 我真是很捨不得 第二 我去街逛 看看能不能撿 阿偉說他真的撿到過 他有一次放學在學校回家的那條小巷 他撿到五元 然後他陷入了一個很大的道德困境 捐了這五元 他捐了善款 他做了善事 那他對山區的小朋友 他就有交代了 但不捐這五元我拿去教給老師 學校有可能會 通報表揚我十甘不悔 同樣都是做好事 一個深藏功與名 一個拋頭露面 好難選 等到我們長大成人之後 我們有能力賺錢 亦有能力捐錢 這個時候你再捐五元就 你最起碼都要捐五 十 再多不是說不行 就是吃少幾頓飯而已 沒有東西不行 不過如果不用花錢 就可以做到好事 那就很合乎經濟效益 我身邊真的很多善長人翁 經常想起 要多做一些不用花錢 但做到的善事 但有些好事不是那麼單純 是有點複雜的 好像阿偉一樣 他很喜歡貓 所以他經常去餵流浪貓 小區樓下就有了 多方便 買一包貓糧 可以餵十幾隻流浪貓 貓不斷圍住他 不斷叫 又騙他 又有得老 又不用養 多符合經濟效益 這個時候若然有個女同事走過 他還不稱讚為有愛心嗎 Dorlene 我家樓下有一隻貓 適合空翻 過來我去看看 然後阿偉很快就陷入另一個道德困境 他問我 你知不知道一隻外表體身 很有趣的流浪貓 他轉頭一夜可以撞下十幾隻小鳥 那隻鳥欠牠很多錢 好像麻將數 不是 那一定是因為肚餓 不是 他做下了小鳥之後 他不是用來吃的 他用來玩 蛤 喂 那餵流浪貓 是不是相當於我拿一個丫叉去打鳥 以前拿丫叉都打不中 現在餵隻貓這麼高效率嗎 我知道 從我提起貓到現在為止 排山倒海的評論肯定在杯葛我 聽到這裡你會發覺 其實我是倡導 不要餵流浪貓 Surprise OK 不餵流浪貓 你真的很喜歡牠 你不是來吃一隻 公書、教學、高床、軟 我給你一個戴帽 那餵流浪貓這個善事不能做 那捐些舊衣、舊褲出去好不好 反正現在 每個人都有很多舊衣、舊鞋 與其說是舊衣、舊鞋 不如說是沒有穿過太久 不想再穿 又或者現在穿不下 其實還有七、八成新的三副鞋 麥就不要捐了 即是很回收垃圾 他應該算不上 放其他垃圾還是廚餘 就看你像不像梅香 阿奇就試過 由於他這麼多年來 一直都不肯承認一個事實 他現在是一個死胖子 他買衣服現在還堅持要買M 所以終於有一晚他倒心破碎 發現整個衣櫃的T恤 他也是穿不下 然後就連夜把T恤打包 打算捐出去 結果拿到樓下他扭計了 因為他看到回收舊衣物的那個箱 是放在垃圾桶旁 阿奇當堂有一點不高興 有沒有搞錯 我們生九成新的 而且全部都是牌子貨 有衣服 我還要洗、截 還要找個很漂亮的環保袋裝著 大家都是廣東人 你們應該明白 出動到環保袋這件事已經很隆重了 就是為了彰顯我對這件事的重視 你放在垃圾桶旁邊 我有理由懷疑你暗示我的舊衣物是垃圾 而我保留追究的權利 我跟他說你內心不要那麼多 是你的小區是這樣放的 那我沒理由去別人的小區捐的 別人以為我來扔垃圾的怎麼辦 你叫人上來收 有些可以彈幾元給你 什麼 去給我錢 那這件事 算是我捐舊衣服的賣廢品 性質很不一樣 算了我還是不捐了 等我減肥成功之後再繼續穿 接著我還有一個很硬的朋友 阿強 阿強哥打算去無常獻血 他就跟我說其實他沒有考慮那麼多 他就是覺得無常獻血有一件好事 做好事是不需要考慮那麼多 當年的強哥 二十幾歲仔正直花樣年華 又年輕又貌味 為了獻血 他連續三晚沒有熬夜 沒有打 遊戲 晚上十點鐘都未夠他上床睡覺 養精蓄餘 齋戒目玉 By the way 提醒一下 你們如果要獻血是不能吃齋的 要吃得營養均衡一點 依稀記得 那天下午沒有課 陽光明媚 微風輕輕吹過強哥的手法 帶出一陣洗頭水的味道 嘖 嘖 是我的好知洗頭水 阿屁XX又撻我水流水用 而當我得知強哥說要無常獻血的時候 他的背影在我們的心目中 變得異常慰安 在他捐血車的路上 強哥的背影突然停下來 轉身來跟我們說 其實我也有點怕 XXX 來啦 來就上啦 同學 你們的同學有一點暈 扶一扶去好嗎 喂 你回去好好休息 這幾天都不要穿其力運動 你捐了很多嗎 對呀 臉都白了 我好像... 沒有東西成功 蛤 我好像捐了一把絲絲又暈了 醫生立刻就停了 醫生說我可能暈血 你暈血的 我就說捐血哪有這麼嚴重 我表哥連連捐都沒事 醫生給了一張血 靠我整個蛋糕 那...那走吧 說真的 對比起身 是真的洗錢做好事會簡單一點 但是洗錢做好事之前 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就是... 你有沒有錢 所以... 逐一點都是這樣說的 希望大家新的一年賺多點錢 有多的就拿一些出來捐 獲利回套 當然就算沒錢 你也可以拿一些舊衣、鞋 拿來捐 有條件的話 都可以考慮一下 捏少幾萬東西 打少... 幾次遊戲去無常獻血 有機會被你遇到野生婆婆了 不就扶他過馬路吧 就是野生 有家人在隔壁那些關你差事嗎 還是說一句 雞湯上價值一句夠 做多好事 實無壞處 說話 我講什麼 這個才是...